大家好 欢迎回到Michael 杨迪森旅游频道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Michael 可不可以介绍一些世界各地 地道但是有精致的餐厅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 原来大家想把餐厅放在包裹桌子 等疫情过后或者通关之后 可以不需要做资料搜集 即时飞到当地就可以体验一下 今次就等我Michael 由韩国首尔开始 我就会介绍两间餐厅 介绍给大家的餐厅当然有个人之处 如果大家想知道 记得看到影片没有 另外我就会介绍首尔最高 环境最美的五星酒店 还会规探最高级别的皇家套房 记得订阅我Michael 这个频道 大家会越看越会玩 上次我们首尔经朋友介绍 就订了一间高级餐厅吃晚饭 我们就在酒店订了一辆车 去到新沙棠 穿过一些小巷 就去到这间餐厅的面前 那刻我也有怀疑 其实我们有没有去错地方 因为看上去 那间餐厅很像欧洲的咖啡小店 那我和太太进去坐下之后 就看看一个菜单 那刚刚这间餐厅的主厨 VIO 经过 那我们就和他聊了一会儿 之后我们可以肯定 我们选这间餐厅是没有选错的了 原来VIO 他本身 开这间餐厅之前 在东京 色尼 和英国一间米芝莲三星的餐厅 肥鸭就工作过 而这间肥鸭餐厅 就被誉为全球 TOP50的餐厅 原来VIO的主食理念 原来都很像去日本 住Kaisaki的厨师一样 他会自己亲自去到这个农场 乳市场去入货 餐牌上的料理有多特别呢 大家看看他的头盘 是一只蜻蜓 大家猜不猜到 蜻蜓的翼是用什么做的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猜不到 是用泡菜做的 这个头盘很明显看到 厨师很用心去演绎 一些韩国的食材 这道前菜是很看得很吃得的 其实整个晚餐 我都记得 继续外面和喝酒和吃米饭 都挺长的 其实差不多我们平时去欧洲 吃法国料理 或者米芝莲餐厅 都用了差不多时间 我就不全部都说了 说了特别的东西 我可以肯定 这餐饭 首饭吃过 最特别的一餐晚饭 除了餐饭菜式之外 其实在中间 会有很多额外的菜式 会免费提供给你的 这些额外的菜式 很多时候都用了 分子料理的方法去处理 基本上你看下去和吃下去 是两样东西 你会有很大惊喜 我经过几道前菜 和中间一些额外菜式 都知道这个厨师 都挺搞鬼下的 好像这个盆景 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 哪些是吃得 哪些是不吃得 大家自己想想 比如这条时令的炸鱼 用了金箔 去做鱼论 很华丽 我自己给这一餐饭 90分 CP值还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餐饭 可以看得 可以吃得 娱乐性还很高 就会像首尔看了一场表演一样 说第二间餐厅之前 就说一说 我上次住的那间酒店 被誉为首尔最高 环境最美 最正的观景 我还会和你规探一下 皇家套房有多特别呢 这间酒店就是首尔的 色寮酒店 刚开了也是几年而已 这间酒店就在乐天世界塔里面 有123层 高556米 比我们香港的ICC 还要高出了70米 之前我也拍过一条片 就介绍香港Mixcloudon 香港最高的酒店 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色寮酒店 就在76楼至101楼 可想而知 它的景观多美 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 首尔的大厦都普遍低 你住在这个色寮酒店 你可以一眼看整个首尔的环境 这间皇家套房有多特别呢 除了它用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 我最喜欢它有一个很高的楼底 还有用了一些很大的吊灯 在简约中的金碧辉煌的感觉 在简约中的金碧辉煌的感觉 它们已经很高的 它们也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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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维护了 它们就在这个地方 它们就是在这里 它们就在这边 有什么样的 它们都在这边 它们维护了 它们就在这边 大家有没有留意房间里面有樱花 酒店用了樱花图案代表寿意 如果下次有机会去看樱花 大家不妨考虑住在这间酒店 因为在附近也会看到很多樱花 Michael介绍了第二间餐厅 其实第二间餐厅是在这间式园里面 它叫做State 我们住在这间餐厅里面吃了一份晚饭 原来这间餐厅是米芝莲三星的主持人去管理 而这间餐厅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就是在首尔最高的地方 还有环境是金碧辉煌 这间餐厅的环境就给你一个很高级的感觉 而Reunit 你会吃到一些很特别的地道食材 大家下次去首尔 这两间餐厅 因为它会给你很不同的首尔体验 顺便一提 乐天世界塔上面有一个观景台 大家下次去首尔 记得上去看看 而下面就是乐天世界购物城 叫做Avenue 那么多的商场来说 在首尔 我觉得这个商场挺好行的 大家基本花点时间在这里逛一逛 如果大家对首尔不太熟悉 我都可以分享几个首尔必去的悠闲地方 比如去新沙洞、临饮大道 当地有很多咖啡店 或者潮流的品牌、Gallery 都在当地找到的 或者附近的清潭洞 被誉为首尔的富人区 当地有很多韩国潮牌的旗舰店 都可以在那区找到的 还有很多韩国的KPOP工作室 如果你想追星 就职本去歌区去碰碰文气 最后介绍一个悠闲地方 就是Up Outing 被誉为韩国版的 香借丽舍大道 所有国际品牌的旗舰店 你都可以在那区找到的 还有该区的街道 特别阔落 就算旅游旺季 你都不会觉得人多祭逼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分享 按我的铛铛 我们下集见